曾志伟不小心说漏嘴 曝光周冬宇隐瞒多年的秘密 2016年 曾志伟酒后土真言 当着众人的面 大胆直言和周冬宇有过不成文的规则 随后周冬宇工作室紧急辟谣 但被网友拔出蛛丝马迹 七月与安生和少年的你 让周冬宇奠定了在影视圈的地位 这两部电影都是曾志伟儿子曾国祥导演的 其中关系不言而喻 周冬宇情绪也被扒 2014年被拍和富商男友经吻之后 深夜又被拍到去零更新家 节目中深情表白大叔于文乐 被以为两人能修成正果 可半年后于文乐娶了王腾印 2022年和刘浩然手挖手打球 还祝对方家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被此大家觉得呢